大家好,我是盗月社科老大 我是朱瑞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型联播节目 盗月社的深夜卧室 不知道有多少社员还记得这个节目 有多少人记得了 你还要等我 别来 今天是我们盗月社成立四周年的日子 也征集了很多社员对盗月社最关心和好奇的问题 正好也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好的 还有两个饭桶没有请出来 嗨大家 我们的朋友来蹭吃蹭喝了 好久不见 太急了 我前几天还看见评论说 什么时候再让亚洲第一女子卧室回归 这个太痛 但是现在的卧室已经和姐姐前不太一样 主要在哪不一样 主要在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亲密了 怎么说呢 现在就是得测着谁做 感觉我摆了一个很妖容的姿势 其实并不是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回答问题吧 好的 一个叫奥特曼发激光的网友说 束烧可以嫁给我吗 你说的什么 大概率有可能不太行 毕竟你是奥特曼 你被发激光 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嫌疑 高情烧 道月社内部有自产自销的可能吗 没有 什么东西 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在一块 没有 我觉得因为大家太熟了 比如说看见什么 拍幕上就像看见你讨厌的哥哥 有的时候很觉得像一个烦人的弟弟 你看这个Coco干什么呢 你哪不说 你说开始说Coco Coco就是烦人的弟弟 欠揍的弟弟 因为你不会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谈恋爱的 对吧 对 根据我之前在视频里收集的情报 大佬是一个喜欢吃十分熟牛排 口膜糖瓣西红柿 整了多年强麦整肉 结果发现自己强麦过敏 然后身高三米体重200斤的人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太真了 太真了 尤其是那个身高 特别说她对强麦过敏 小时候整的那个整了 这是整的 这是整的 你手机带那种美颜綠镜吗 别别别别 干嘛要攻击喜欢我的眼神 没有攻击 我们是在善意地提醒她 发亮眼睛吧姐妹 你发出来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内部消化 下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满足这位社员的一些想法 哦 她说希望四周年能出个唠嗑的视频 这不就是现在吗 对 下一个要求我觉得也必须要满足一下 她说想让母上现场唱小牧让世界更美好 绝对很棒 嗯 哭 把我那麦克风拿来 别到 快 就那个粉的 我没有版权 原唱在这儿 你愿意收拳给她吗 我愿意 张凯瘦 结一双翅膀 吴亦帆 你唱吴亦帆也比不过你吧 吴亦帆也比不过我 哦 这个话筒给妳好烤银了呢 怎么出汗了哥 鼻子 真出汗了 下一个问题 怎么都不掉我了 下一个问题 杨女士会穿着在南宁定做的那条裙子上今年的百大吗 如果今年百大还有我们的话 这个问题已经假设你是今年的百大了 就是这样吧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30万 然后我们明年能够获得百大的话 我就穿着这条裙子走蓝塔怎么样 可以 你的话能算数吗 只要能剪进去就算数 我给你剪进去 好了 下一段题是有计划去新疆吗 有话你们没人问这个问题 我印象当中大概一八个就更早了 我跟沐畅每次直播大混到我们小时的时候 我记得说一直在喊第一小时就是新疆 那我们把现阶段的事情 手头的事情忙了以后 我们就策划一下 策划好日子 我们就奔赴新疆 下一个问题 盗月社当初是怎么成立的 我记得最早看的时候 视频都是在一个小仓库一样的房间里拍的 低压室吗 说低压室那个地方是吗 亏我们还用心设计了一番那些logo什么的 结果看起来像是小仓库 刚租下这个房子 刚搬过来的时候 去打印店订了一批 那叫PVC还是一批什么 KT版 然后在那沾沾沾就开始拍节目了 盗月社那个时候成立是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共同好友 大家说那可以一起传一下 然后看能不能出来我们自己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好玩的视频 然后就成立了盗月社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地下室做直播吗 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我的天哪 我刚才有那张照片呢 一开始就在小仓库里直播 后来就在那个小仓库里面拍室内的周刊呀什么新闻的节目 然后再后来慢慢的到下一台走出去 对对对 所以就开始了 刘月社的内容是这么一点点成长起来的 不然有种艺术人士的概念 其实那个时候在杠城里也有 是吗 我不信 那个时候留给我特别强一个概念 哦 那你的家人会支持你 你是易老师吗 我是易老师和卢老师的问题 在你们成长为大UP的过程中 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在我看来的话 当然是怎么过来就是 就是在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坑 然后慢慢这样去试错改正 这样走过来 也有一点摸爬滚打的感觉 比如说剪片经常通几个销啊 然后早上几天起来去拍一个早餐之类的 可能身体上会觉得很累 但我觉得最难的可能不是这种 反而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嗯 你面临的选择 岔路会越来越多 你要怎么去抵制那些噪音 怎么样想着说 一直去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做好 我觉得是个人成长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随着我们粉丝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做调整做升级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成长速度 跟不上团队或者其他小伙伴的成长速度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着急 啊大家都已经做的那么好了 我还没跟上 然后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都会有的一个小焦虑 可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 然后大家看了还蛮喜欢的 但可能比如说过几个月之后 大家觉得哎怎么还是这样 没什么意思 那我去看一点其他更好玩的东西吧 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在感到夜凡之前 我们就要提前做出改变 给大家更多觉得更有意思的更加喜欢的东西 在这问题下面有一个小分享 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人的视频 他说当你觉得生活中有一个特别难的事情的时候 他会给自己拍视频 然后当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你可以来看当时的视频 对你下一次的时候会有激励的作用 我试过一次 嗯 有用吗 有一回我哭 然后我就拿那个视频录 后来我自己看的录觉得特别搞笑 那个你把那素材提供一下 什么素材啊 对你哭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小小看小看小看 太难了 鱼子在外面直接买成都的太好了 嗯 之前大佬还说呢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有多聪明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说自己是很真诚的在做事情的人 像几头驴子一样 哈哈哈 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挪 挪挪挪挪挪挪 可能就会慢慢的会有收获 嗯 我们都不是那种说特别聪明 或者说很有特点的人 很有特点的人 我们都不是 我挺有特点的 你怎么说 我也挺聪明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那大佬驴 你那大佬驴真的忍我啊 是要一个这样说话的人还是我 哈哈哈 有没有遇到一些言论让你们记忆很深刻吗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种话 我其实就是会比较在意的 是他说 嗯 作为美食博主不好好的吃美食 搞这个干嘛 也是印象 其实可能熟悉我们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盗驴车一直都不是纯碳店博主 嗯 起码我们自己是不这样定义我们自己的 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这个载体 去让我们接触到我们不了解的那些人和事 还有这些地方 然后将我们看到的美好的东西 成绩给大家 其实就包括我们现在会去到全国各地 拍一些当地的好吃的 嗯 其实每期视频并不是告诉大家 这家店好吃 而是说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地方的这道菜是什么样的 我们想让更多没有去过的社员能了解到 嗯 说到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言论 别生气 我可能没有跟大家说起过 或者很少说起过 其实我到现在偶尔还是会收到一些私信 骂你 针对我之前做的一件事情 进行一些无限的解读 然后最后上升到对于我这个人道德品质的败坏 好娘 一开始在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 有点崩溃 就是我会想说 哇我真的是有给大家这样的印象吗 我那段时间可能会 就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抱着狗 然后和他一起抱头痛哭 但是 还是会有伤害的 对对对 这种言论 所以我在想有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去对抗这一些很负面很负面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 我想了一个办 让我听听 那个狗轮流用什么 现在我的方法就是我会跳出来 我想有人骂高宝宝 就是我不要太陷在我自己的情绪里 我可以观察这种现象 吸收一些好的东西 把一些坏的东西 就是当做是别人再说别人就好了 分裂成两个高宝宝 有私分裂 我说到基本上都是外貌上的评论 一个是置之不理 一个就是我会回击 我可是有铁手腕的人 什么铁手腕 就是 集体生活大家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吗 或者不满意对方做法的时候 感觉到院设太有爱了 没有任何阴暗面 是不是大部分人会觉得 集体生活一定会有很多的争吵 背地里的一些手段 大家会有这种印象吗 几乎每一个采访我们都会跟到这个 还挺多人 我们其实你要说会不会吵架 会吵架 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大家各输几件 对各输几件 弯如起袖子 加油加油干 对 但是呢 这种吵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只是为了把想买这个事情解决 而不会说 我吵完之后 好啊我对你花生在心 刚刚你在压我一头 我后面给你穿小鞋 我就把你的final删掉了 绝对 这支片子是夜别想飞 谁也别想飞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不会带到生活里 也不会带到下一层的工作 下一个问题 想知道做视频的收入真的够用吗 感觉Face就花费很多钱 有才真的还可以 都接点广告 首先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的介绍 然后我告诉你 确实花的挺多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我们都是频繁的 在外地去外拍嘛 一出门就花小鞋 假如照会人有多 对 上次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在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在努力的保持收支平衡 但现在已经可以很开心的告诉大家 平衡吧 平衡吧 就是以前想出去的话 就会顾虑 比如说蹭一个 有一个活动正好要参加 那是不是 赶快在那个城市拍一个 2.56787 其实现在我们开始可以 我们想去拿到哪儿 只要这个机票没有就特别贵 就可以去这个地方了 只要它有便宜机票 我们就能买了走了 我们有自信可以说 拿出一部分 自己来我们能够有一点自主的权力 去做我们想做的节目 嗯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们成了一笔 既然今年会做一些需要比较大开支的节目 大家 哦 就这么点 好记 好记 因为这次我们也征集了大家 对于我们四年以来印象最深的视频嘛 受到了很多反馈 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我觉得挺浪漫的 所以我就截了个屏 哦 小悠 一会儿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把那一段看一下 哇 哇 我喜欢这种衣服 天 自然不喜欢自己的 晚安 晚安 明天早上要跟我说 我喝的北冰羊嘛 哈哈 明天多露姐 我三个女孩 可能是有十几万分子 能不能发现 要不是再能看到你们看 哈哈 哈哈 昨天晚上就是我 截图发了之后 我就看了 我就从第一期开始看 你知道当时我就在想 我当时为什么说那个话 就是我想借着那点酒 然后表达一下自己的那个 心愿 心愿 其实明天根本没有什么三档节目 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十几万分子 没有人 对 但是当时就是感觉自己明天 如果能这么忙 如果明天可以录很多的视频 然后 这不是那种心态 就是我觉得 当时说的哪怕是醉话 我说的也是十几万 就没敢说过 明天有一百分粉丝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眼睛红了 他流泪了 快给他喝喜 就昨天晚上的那种情绪更大一点 就是翻来覆去 是不是 就觉得四年前的那个时候 没想过会有五百万的社员 在会喜欢我们 关注我们 我想到了 哈哈 我真没想到 因为我是一天天看着他长出来的时候 心情就觉得他会到这个数字 就没有特别大的波动 但是真的就是在昨天晚上 我看到四年前那个视频的时候 反而刺激到了我 当下的我看到五百万的时候 就非常激动 我昨天也有点 因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 用玩笑话的方式说出来 比如说我们说 这期视频如果播放到一万 我们就怎么怎么样 当时觉得播放一万 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 第一期就说这种话 然后我现在还能记得 当时很多过来观众我们的ID 比如说 FIT 大火 翡翠啊 还有那个辛酱 人人爱鬼畜 哦 人人爱鬼畜 所以很感谢那些 从一开始一直陪伴着我们 走到今天的小伙伴们 当然也非常的开心 能有更多更多小伙伴们 加入道爱社这样的大家庭 很感谢一路上的大家 陪着我们把很多玩笑话 都变成了现实 入到的 快乐 还在开门 他不能看 咱们的题 你出点让我告 profile 想问一下未来盗月社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还会继续做美食视频吗 还会准备做系列节目吗 会继续做美食节目 也会做系列节目 然后可能很快大家就会见到 是的 我们已经在策划当中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今年要留过了一点小钱 然后其实就是想投入到我们自己想做更多的小节目当中 也希望不断有一些新的东西和感受能给到大家吧 所以会看到有一些评论说我们是不是变了 其实是变了 我觉得内容是一直在变的 但是初期没有变 总之就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敬请期待 我以为是一线三连 哎呀 俗了 这个时候大佬应该把镜头摇上去 大家都是对话 我也不好意思看了 明天还有三档节目等着我录呢 刀月社四岁了 这四年和大家一起看遍了很多风景 增长了学识和体重 也积累了一点小小的能量 也借此机会收集了大家四年前和现在的照片 四年前有人在读高三 如今大学即将毕业 有人刚开始一段青涩的恋爱 现在在准备结婚了 不知不觉中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青春中很重要的阶段 愿我们还有五周年 十周年 和更久的以后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